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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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跟大家聊的一個問題是 網球賽的實證研究 納許軍藤的概念跟混合策略的概念是 John Nash在1950跟1951年發表的論文 短短只有幾頁的論文所提出來的概念 這個概念我們能不能夠實際上 對應到真實世界的網球比賽 來驗證說這個Nash均衡的這個觀念 或者是混合策略的觀念 理論上的概念是否跟現實的觀察 是可以吻合的 這件事情他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1951年提出來的概念 一直到2001年 真正遲了半個世紀 50年的時間 有兩個經濟學家Walker & Wooders 他們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面他們蒐集了溫布頓網球賽的數據 他們蒐集了這個時場的 Grand Slam 大滿冠的這個網球賽 的這個總決賽 Finals 然後他們就聘了一群學生 就是去看這些比賽 然後網球比賽的話就是每一次發球 我們稱之為一個Point Game 在這個Point Game裡面就找這些研究助理去看比賽 然後用肉眼來判斷 發球員發出去的這個球 是偏左還是偏右 然後他們就收集這個資料 去記錄每一次的發球這個球從落點來看 算是往左發球還是往右發球 他就可以記錄這件事 那你要說他們有沒有辦法同時也記錄 Receiver 防守的一方是往左手還是往右手呢 這個很難 因為進攻的一方球 小小的一顆你可以看落點 但是防守 我們要去判斷說這個人 他預備他的身體要往左還往右 這個很難用肉眼判斷 而且有的人會做假動作 我看起來是要往左 其實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往右 所以防守比較沒有辦法把他量化做記錄 但是發球我們可以追蹤球的落點來記錄 球是left or right 然後在每一個point game 就是每一場發球這樣子的一個一次的競賽 他們也可以收集資料去記錄 在那一球裡面是誰獲勝 誰得分 他們大概就收集到這些資料 擁有這些網球比賽的這個錄影 加上記錄下來的這些數據 你覺得你可以怎麼樣用這些球賽的記錄 來驗證 或者是來否證 NASH均衡或混合策略 在理論上面所講的一些東西 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我需要先說這個想法不是太容易 所以從NASH的理論到有實證研究出來 隔了半個世紀 隔了50年 但是在大概公元2000年2001年的時候 一下子用類似的概念 有人研究收集網球的數據 有人收集足球罰球的 有人收集美式足球的 當大家找到了如何去驗證理論的 那個idea之後 大家就互相模仿 各種運動比賽都可以拿來收集數據 然後用類似的方式去檢驗理論 但是給定這些網球數據 你要怎麼跟我們剛才做的這些分析 能夠結合起來 然後你來說明 或是來說服還不懂理論的人 為什麼這套分析方法出來的東西 是有意義的 它不是bullshit 或諸如此類的 大家覺得可以怎麼做 當然最直觀的方法就是 我們看兩個球員對戰的時候 後面一個球員輪你發球的時候 你往左發球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往右發球的機率是多少 那有人想說 他往左往右發球的機率 我們拿來比對一下 跟理論推導出來的機率 是否相似 理論出來的機率是多少呢 如果兩個球員對戰 在不同的攻守狀況之下 server得到的得分機率是abcd的話 我們剛才已經算給你看了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當練習 發球員會往左發球的機率 會是這個c-d出上 這堆數字 看起來好像不錯 但問題是 真實世界裡面 你有辦法知道 不同球員對戰的時候 這些abcd的參數嗎 你不知道 這些是沒辦法觀察的 如果是教科書裡面的練習題 或者是考試題目 abcd就會先給你 然後你就計算 然後就是很機械式的 算混合策略的均衡 然後你會了就會算對 可是真實世界 背後的這個報酬函數 這個賽局表上面的這些數字 當我往左進攻 你往左防守的時候 我的得分機率是多少 應該要是多少 這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也得收集數據 然後來估計出這個abcd 可是當我們要來估計出這個abcd之後 我們就很難用這個abcd 同時來檢驗 或者是來否證 這個我們 納許均衡理論裡面 所講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方式 不可行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 計算或者統計 每個球員他往左發球 跟往右發球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跟理論比對 沒辦法跟理論比對 因為理論上面存在的那些參數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別的方法 可以來驗證理論 有沒有同學要試試看 我們有的資料 就是每一球 發球的人是往左發 還是往右發 找研究助理目測紀錄的 然後已經每一球 最後是發球方得分 還是接球方得分 你就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說 每一次對戰 是哪兩個球員 對在一起 可能你跟不同的球員對在一起 你往左發 往右發 你的得分紀律會不同 因為每個球員 有他自己的特性 有他自己擅長 跟不擅長 防守的角度 進攻的角度 好 有沒有同學要嘗試 試試看有什麼方法 我們這樣子講 在每一次發球的比賽當中 如果攻守雙方的球員 是根據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納許均衡混合策略的故事 來進行對戰 那麼本質上面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策略 不會被對方完全知道 大家會掌握到 make yourself unpredictable 所以攻方守方基本上 都會使用混合策略 使用混合策略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你發球的時候 有時候你往左發 有時候你往右發 但是我們剛才講到了 什麼情況之下 才會讓一個理性的球員 有時往左有時往右 必然是你往左發球 跟往右發球 所帶給你的期望報酬 是一樣的 如果你處在一個局面 你知道你往左發 一定比往右發好 你就百分之百往左 你不會採用混搭左右的策略 如果你知道反過來 往右發一定比往左發好 這個球員就會永遠往右發球 你不會看到他有時往右 有時往左 如果一個球員 他會有時往右 有時往左 必然背後隱含的事情是 我往左跟往右 他帶給我的報酬 是一樣的 這個邏輯大家可以理解嗎 因為只要不一樣 你就不會混合 你就會選擇好的那個 當你會混合 就表示你選哪個都一樣 選哪個都沒差 兩個選項對你來說一樣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會得到一個特性 如果邏輯是照我們剛才所講的這樣進行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 都是你在發球的時候 在你往左發的那幾場球賽 你平均來說得到幾分 在你往右發的那些球賽 你平均來說得到幾分 照理來說 你往左發跟往右發 對你來講 得分的期望值應該差不多 所以我們從數據上來看 當你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當你面對同一個對手的時候 你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你所得到的分數 應該在統計上面沒有顯著的不同 這是當年Walker & Wooders 所提出來的一個論證 這個論證得到了下面這樣的hypothesis A player must have the sam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the point whichever direction he serves 一個球員 不管他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他的得分幾率應該要相當 那我們去看他實際上 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的平均得分 應該要是相盡的數值 大家猜猜看這個hypothesis 這個假設通過得了這個數據統計上的檢定嗎 Yes, hypothesis 1 passes the test 這篇文章 或是當同期大家用棒球 用足球 用美式足球來做的類似研究 都發現現實生活中的這些運動員 當他們採用混合策略的時候 他們往左往右 快速球或變化球 這些不同混搭的選擇 所帶給他們的這個 平均的這個得分是相當的 這個就合理化了 為什麼大家會混合 會混合表示王左往右 沒差 會沒差表示你怎麼做 在那個均衡的時候 他所帶給你的報酬是一樣的 但是從數據裡面 會看到有一件事情 是理論跟實證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叫做 Serial Independence of Choices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丟一個銅板 丟十次 第一次出現正面 第二次出現正面 第三次出現正面 你第四次出現正面的機率是多少 還是二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玩的是剛才這個賽局 你是網球發球的 在均衡的時候 你應該往左往右的幾率是二分之一 在真實世界的人 大家為了要模仿 是那個隨機 會往左往右 大家常常為了模仿會學過頭 學過頭的意思是 所以我第一次往左發 第二次往右發 第三次 我好像不應該再往 我第一次往左發 我第二次往左發 第三次我好像不應該再往左了 大家就出現說 前面往左發 下一次他往右發球的機率就會特別高 然後在往右發球之後 在下一次往左發球的機率就會特別高 真實世界的人 為了要模仿那個隨機感 有的時候模仿過頭 變得很假 就是這次往左 下次就往右 這次再往左 變成左右交互 但是左右交互不是隨機 左位交互是這個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每次都是1 所以 前面講的 大家往左 左右混搭的時候 往左往右 帶給你的期望報酬 跟你的得分是一樣 相近的 可是 即便是最頂尖的網球員 他們要模仿那個 一個 randomized choice 的時候 會模仿的不準 會做過頭 造成他每一次之間 他應該是用一個獨立的機率來決定 我該往左往右 但是他會出現前後的選擇 會出現相關 但是這個現象其實是很普遍的 不只出現在混合策略的情境 在實驗室 因為不同的典型的賽局 大家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就是 When people try to generate random sequences they generally switch too often to be consistent with randomly generated choices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 因為這個hypothesis 1 所以我們從數據上來看 至少讓 這個納許均衡跟混合策略的概念 得到了一些驗證